起床室的中間是嗎 起床 這邊進去的 就這裡吧 您報警是吧 我們前後派組出境民警 全程將錄影錄像 我是接到報學電話以後 過來修電梯嘛 然後是五樓沒有問題 我就過來調試這邊電梯嘛 然後門嘛 我調好了以後 從電梯門出來 出來以後 然後他又出來 他說你可以保證電梯安全性嗎 我說我可以保證 不會讓電梯掉下去 然後他又問我一些 很莫名其妙的問題 他說 你電梯從一樓到五樓 你猜要多少秒多少分鐘 然後我就說 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每台電梯 它樓層不一樣 所以它速度也不一樣 你知道吧 他說你不敢保證這個東西 我說我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他又說 這個東西你就不懂了 我看他喝酒了 你知道嗎 我就不想跟他走 然後我就進電梯 我就說走 然後我按了一樓 然後他把我手給打掉了 然後我走 然後我就又按了一樓 你知道吧 然後他又把我手打掉了 我說你什麼意思 他說你這個小伙子 你不要跟我鬧 你搞搞搞搞什麼你搞 然後把我脖子掐著 往後面爽 有沒有發生打架了 沒有 沒有發生打架 打架 打架 對不起啊 你這個話你就不敢 我就推了你這把 電梯裡面應該是有空空的 對 可以看的 小伙子告訴民警 自己大晚上的來修電梯 還無緣無故被業主掐了脖子 心裡感到很委屈 脖子掐有什麼傷失了 沒有 沒有 但是我很不辣的 我很不爽 我需要跟我道歉 道個歉 是吧 對我需要他跟我道歉 行 我道個歉都沒關係 這沒關係 問題 你要把話說明白 這個東西 道歉就誠懇去道個歉 這個事情本來就是很小的一個事情 道個歉都沒關係 本來很小的一個事情 你修完的東西你要告訴我們使用人的方案 這個電梯已經出了故障了 我呢是懂這個 電梯比較懂 不是懂 那是什麼 我就是了解一點 你們雙方各自退一步 這個事情馬上就決定了 對啊 我要退死 我現在換了朋友說 哪怕就說這台電梯有問題 我沒有回答你 你可以去公司投訴我 你可以去貿易告 有鄰居聽到爭吵 也下樓來了 他是沒有配件 少一個配件 對啊 問題我們就在這個問題上 那這個也不能全怪他的 對啊 問題是不怪這個小夥子的問題 他是已經盡力了 已經是尾保那個 不是我們這個要試 我們是要安全 現在這個電梯是安全的啊 安全 安全電梯 什麼你 你忙是我省 我們最起碼第一點要切忙是安全 你幫他拉拉進去吧 因為這位業主喝了酒 情緒顯得比較激動 他弟弟把他拉進了屋裡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我給你去點個贈 好嗎 老師傅來向你道歉過來 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本來你家90點鐘 就是他是 然後那個 平一點這麼晚呢 能夠 對 那90點鐘能來做 也是滿不錯 你家都休息了 你不要說90點鐘 一兩年都壞 我們一兩年都壞 對他以後來 每個工行業都有每個工行業 我也想給他弄好 每天都壞 我也抱不得這個電梯每天都壞 我天天要躺著睡覺多壞 對啊 是不是 那我再教教你 你說一下這個情侶 那民進要說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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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主的弟弟 向電梯圍堡小夥 道了歉 小夥的氣 也消了不少 民警徐群樹 陪他下了樓 對於電梯的安全問題 徐群樹也不忘交代幾句 就五樓壞掉 另外多好的 按鍵壞掉 別的樓層都是好的 是按鍵壞掉 不是 他是那一層五樓那層門上面 有個東西不太好 然後就是說 暫時性的給他喝不起 可能他灌門不是很流暢 就是說這年後以後 配件到了以後 再把那個配件換掉 灌門流暢了 他就沒有這麼大的活動力了 哦 那你們到時候 年後盡快給他們換掉就行 沒有你給老闆 你去那個話也說 因為現在過年嘛 找不到配件 然後沒法換 我也不想天天跑呀 我想這樣睡覺 舒服是不是 我也沒有大半夜 我也不想跑是不是 好的 小夥子你起來了 不要生氣了啊 調節結束了 民警徐群樹和同事 又回到了警務室 半個小時 量起警情 徐群樹說 這不算多 最多的一次 他十分鐘裡 接到了十個報警 那才叫忙呢 不過他還是希望 警情能越來越少 希望街坊鄰居們 都能高高興興地 過個好年 幽包黃建 記者報道